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地球上的水 我们都知道水的循环是因为阳光照是在地表 使得河川湖泊 海洋上的水蒸泡到了空气中 在飘到空中之后再变成雨 当大气中的条件合适的时候 就在凝结成了水 变成雨落下来 当雨水落到地表之后 有些顺着山谷 变成了河 又回到大海 有些则深入地底变成了地下水 我们来看地球上所有的水的比例 海水的总量大概是97% 冰则占去了剩下的2% 剩下的1% 就是地下水 河川 湖泊的总和 而这个1%当中 也就是人类可以直接使用的水 所以水资源确实非常珍贵 接下来我们来看地球上占有率最高的海水 海水的滋味大概可以说是 咸与苦的总和 咸味的部分呢 主要是由绿化那的味道 苦的部分呢 则是绿化美的味道 这些绿化那跟绿化美的同称 就是盐类 也就是我们所谓海水盐度的部分 他们占有海水的3.5% 所谓的3.5%呢 就如这张照片 左边是96.5克的水 右边则是3.5克的盐 将这些混在一起 就是海水的感觉了 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这些盐份 大多都是盐石当中的矿物质 下雨的时候呢 雨水会渗入海地底 这些矿物质 或者是其中的盐类 可以溶解的部分 就会随着雨水 游入河中 渐渐的这些盐类 就会从陆地中减少 进入海中 随着水的循环 今年累月下来 海水中的盐本就不变增加了 谈到这里 我们稍微呼吸一下渗透 一个细胞的细胞质 都包含着一些溶质 也就是说 有一定浓度的杂质 当这个细胞 经贸在浓度跟细胞内部 浓度相当的环境时 因为细胞内外的浓度大约相同 所以水分也会保持墩定 我们也可以说 细胞内外的渗透压相当 但是如果细胞外面的浓度较低 细胞外的水分 就会渗透到细胞内部 使细胞内的浓度降低 此时 细胞外就是 低渗透压的环境 反过来说 当细胞外面的浓度较高时 细胞内的水分 就会渗透到细胞外部 细胞内的水分 就会减少 此时 细胞外就是 高渗透压的环境 一般来说 人类水浆的渗透压 相当于浓度 0.85-0.9% 绿化钠水容易 所以 高于0.9%的盐水 对于人体来说 都是一种高渗透压的容易 会使 身体细胞的水 往外渗透 也就是说 当我们口渴的时候 如果想喝 海水来解渴 反而会使我们身体的细胞 水分更加的减少 地球上有一些湖泊 它们的盐度非常高 例如说死海 它的盐度相当于 35% 所以人可以轻易的浮在水面上 35%的意思呢 就是65公克的水 要加入35克的盐 就像这张照片 这个比例是非常夸张的 也因为如此 死海周围的盐分 是非常容易的吸出 这类盐水湖的形成 大多是位于非常低的地方 甚至是低于海水面以下 周围的河水 流入这个内陆湖之后 水就不再流出去 当涂水蒸发 盐分都停留在湖泊当中 累积下来 盐分就多到不可思议了 所以上述 97%的海水 或者盐水 对人类来说 都是不可以直接饮用的 接下来 我们要看看 2%的冰 它们除了是高山上的鸡血 有更多的比例是在南北极的范围内 这张照片是北极圈内 格林兰上的冰 而这张照片是南极洲上的冰 这些冰的总量 占有地球上所有 水的2% 根据计算 如果所有的冰都融化 游到海里面去 将会造成 海平面上升 大约65公尺 最后 我们来介绍 这剩余的1% 它们是湖泊 是河川 或是水库里的水 其实1%当中 有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地底下 像这张照片的井 就是我们用来取得地下水的方法之一 地下水 顾名思义就是在地底下的水 当水分充满在岩石和沙粒之间的时候 因为浮力的关系 使得岩层的厚度会 增加 当地下水位降低时 地下水上方的岩石沙粒 就会变得比较紧致 体积也会跟着缩小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地下水的储存原理 地底下的岩层中 有一些是不透水的 例如页岩 当雨水落下时 水会慢慢的渗入岩石中 有一部分则会渗入不透水层中 随着渗入的水越多 不透水层的水 也会累积起来 雨停之后 不透水层上方的水 会向地势地的地方流失 但是不透水层中的水 则被存起来了 如果我们在地面上 着了一口井 而井水的高度 会趋势地下水层最高的位置 假如井的位置在向下偏一点 我们就可以发现 井水会一直冒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涌泉 地下水其实是我们人类生活中 非常珍贵的资源 但是如果过分使用 也有可能会造成问题 例如 一个区域 如果坡度超超地下水 当地下水位下降时 会使上方的岩石 土方 变得紧致 体积缩小 甚至当地下水位降得太低时 也会使得海水 渗入岩层中 使地下水 闲化 严重的地层下限 还会造成海水倒灌 或是积水不退的问题 简单的说 我们可以用的水资源是非常稀少的 尤其是台湾 我们地势陡峭 雨季集中少数几个月 我们更应该珍惜 每一滴水 以上就是地球上的水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会